她总是觉得我对别人好 对她不好 我觉得陪伴才是最好的喜欢 我陪着她这么久了 不管她干嘛 我都一个陪着她 但是我希望你能在这个日常生活方面 对我多点照顾 然后对我多点尊重 就有的时候你的一些所作所为 我真的接受不了 就比如说主持人 我有的时候走路会容易摔跤 不看路 她就会凶我 然后当时我就是女孩子摔得也挺痛的 我希望她当时是安慰我 但是她 我希望你会变得 spider- mal 我们想拒绝了 我们都会这样对她们的 我希望她能够伸好 这里的嘞 我心里的嘞 我也能够伸好 我心里的嘞 这边也会别人 这边有点真的 其实我也很借的 我心里的嘞 还对我的嘞 还有她的嘞 就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听听老师们是怎么帮你们分析的吧 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小董 在她的心里 你只是偶尔被需要 从来没有很重要 你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空窗期 陪伴她的人而已 关于旅行那件事情 其实你不能怪她不用心 因为她心根本就不在这儿 后面的零零碎碎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一个当侦探的闺蜜 这个闺蜜总能拍到 我告诉你 这是概率性问题 拍到一次 就意味着前面发生了无数次 乘以十乘以百来计算 所以我想问的是 当你的闺蜜拍到她 在交友软件上和其他异性互动 出去吃饭 看电影的时候 你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 我当然就是质问她 然后呢 听她的解释 然后也没有说太想去针对她这个事情干嘛 还是选择原谅她 对 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 毫无底线的纵容和原谅 毫无原则地处理感情问题 这样的爱情都是烂尾楼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 好好地调整自己的状态 重新地去构建自己的精神的青春的家园 这个男孩 我没有说他完全不好 只是他不喜欢你而已 他就玩他自己的好了 你不要去管他 有些人不值得 有些事没必要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从我的角度 我看到这个男生和三个女人的关系 第一个是小师妹 你跟她吃饭 如果你觉得吃饭是正常的 你也告诉了你的女朋友 又说我跟小师妹偶遇吃了个饭 那么你的女朋友也可能不会怀疑 而你恰恰选择了是说谎的方式 来掩盖这个事实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自己本身认为这样就是不好的 所以你才去掩盖 第二你跟客户去看电影 掩盖得更踏踏实实 如果不是被拍到的话 可能这个事就不来老之了 第三个 和你的前女友 拿前女友和现女友做对比 这三个女人的故事 她就是一个种子 对于你现在的女朋友而言 她会觉得 你根本就不重视她 或者她自己觉得 你不够爱她 于是后面的问题 也不过是这个种子 结出了各种的症状 因为当你们的信任感没了 她会延伸出各种对你的不满 你后面做得多好 都没有用 其实大包小包你也干了 那养了一瓶 你也不敢 也不舍得惜 等等等等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感情这个东西啊 最主要的是 在情感层面上的连接和信任 如果没有了 后面就会延伸出 各种各种的问题 如果你继续想和她走下去 这个问题 人家在乎 你自己也清楚 那真得改 另外从你这个角度讲 男孩 他其实有他的优点 但是你不断地去挑他的毛病 挑着挑着 你会发现 他的毛病会慢慢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就是 他做得好的地方 你被忽略了 忽略以后呢 就被消失掉了 做得好的 你根本没有赞扬和认可 做得不好的 你总是点出来 过多地去挑别的毛病 忽略了他的优点 这也是你的问题 我看你有点太过于依赖他 他对你照顾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好 你就会觉得他对你不关心 但是别忘了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自己来做的 我就说这么多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